議員問了這個問題 我們在審預算的時候一定會處理到 所以你們要先有準備好不好 謝謝 好 接下來請羅淑蕾委員 羅淑蕾委員 羅淑蕾委員不在 請尤美女委員質詢時間八分鐘 主席還有我們在場的委員 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主席我是可以請我們的陳部長 還有我們的消防署 葉署長 柳淑蕾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我們知道說 就是災難其實整個氣候批變之後 其實這種所謂的自衛生態 那甚至人為的災害會越來越多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 當這些災難發生的時候 其實我們最需要的就是消防員 但是我們現在是 來救援大家 那所以呢他們真的是一個非常偉大 那我們只是給他一個救難英雄 這樣一個美稱 可是我們看到這兩年來 有16位的消防員殉職 那這是讓人非常心痛的 那這個對於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那這些人的殉職 我們看到這些消防員的這個 權益促進會他們提出來 因為人力的不足 對不對 這些裝備的一個老舊 那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那還有這整個一個 這個余食的余食 這個過度的 或是這個余食的公食 所以等等這些的情況 我們總要去改善吧 當哪一天我們所有的消防員 大罷工的時候 我想我們真的大災難開始 那另外的就是這些消防員的 如果說因為設備不足 或是因為訓練不足 我們知道說現在所有的這些災難 其實都是複合性的災難 那這些複合性的災難 這些消防員 因為就一般的人民覺得 就是一般的人民的想法 就是說 當今天有這個災難發生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就是打19 對不對 消防員就會來 好像消防員無所不通 可是事實上他們真的是這樣子嗎 好像也不見得吧 對不對 所以對於他們的訓練 對於他們的設備 對於他們的人力 對於他們的體力等等 體能等等 其實是值得去探討的 因為總不能夠等到 真的怎麼要找消防員打19 打老伴 全民怎麼辦 那對於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 所謂的消防員全力促進會 一再的提出來 那你們到底 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這個 非常謝謝委員 對我們消防弟兄的這個關心 在目前政務上來講 假如消防弟兄的所花的時間 扣除掉他的教育訓練以外 裝備保養以外 救護跟這個 他的救 這樣的一個比例 那麼目前在消防設備上面 雖然在按照地制法的規定 這是屬於地方政府的權責 但是中央政府還是給予補助 那像去年在火災以後 我們馬上動用益備金 兩億多 沒有 那個兩億多的我已經用益備金已經給了 而且都採購完畢 好 那這個採購完畢 但是他們提到就是說 以你兩億我們一共有幾個消防單位 我跟委員報告 我剛才講的 我們除了最重要的這個設備 由中央來補助以外 地方政府要負起責任來 所以我要求消防署 就是要把地方該配合編列的預算 地方政府編了多少 議會通過多少 我們明年一定會公布 好 那這裡除了預算以外 這個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的一個減核制度 對不對 今天預算發下去了 然後呢 因為這個錢 因為我想看起來兩億很多 可是我們分到五百六十幾個 這個單位去的時候 其實事實上是有限的 那有限的大家都 因為這些設備老舊缺乏等等 所以把它在均分 什麼樣 業質品 所以這裡就才發現說 有的甚至呼吸器會漏氣 等等 所以在這裡就會變成說 你那個減核 你到底有沒有 我們在每年這個考核的時候 我們要落實 我們在每年這個考核的時候 縣政府跟這個有沒有 不管是教育訓練後的裝備 這個事情可以做一個比較確實的掌握 好 葉署長請問一下 地方政府有做這樣的 現在到底有沒有這種 所謂的裝備檢核的制度 有沒有 有 就是我們每天有日保養 每週有週保養 每月也有保養 每季有季保養 每半年都有一定的保養 那如果說有這樣的一個 嚴格的一個減核制度的話 為什麼還會發生呼吸器漏氣的問題 為什麼還會發生說 這個消防醫呢 他沒有辦法在這個高溫度之下呢 來保護的問題 基本在這方面的話 我們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也是非常重視 就是說把 就是剛所發現那些個案 我們都會做成一個案例交易 請各局來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說你們消防署 能夠真的扮演起這個 不管是說這個所謂的 這種非常高溫度的情況之下 或是他的這個配備 是不能夠任何透過 他們去查 沒有這回事 因為 我們消防弟兄 假如一千個的話 並不是一千個 全部要進火場 有很多 那像剛才 莊瑞雄委員 這個 李敬毅委員所提的那個 義消來講 基本上義消是不進入火場的 義消進入 所以我 一消不進入火場 那如果我們今天發生一個大災難 對不對 我們所有的這些消防人員不夠的時候 因為他的訓練不一樣 另外假如說真的 我也講過 假如發生一個再災難 很多人的時候 我們有七億聯防 另外就是我們一輩部隊 也就是我們的休息的人要叫出來 那這樣的話 還是我們的消防弟兄先進 好 那因為時間關係 這個我們部長或是我們的署長 是不是可以把我們 我們 到底夠不夠 你給我一個完整的報告 因為他們的加班會只能夠算100小時上限 但事實上他們幾乎都超 超時加班到200個小時 那甚至就是說 因為很多的都是勤二休一 對不對 那勤二休息等於上 他連續工作48個小時 那才休一天 那這個第一方面 對於人的這種體能的一個調整 是有問題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在待命的時間 不算加班 那可是他又不能夠充分的休息 那這部分怎麼去解決 謝謝 關於這方面的話 就是說有關那種 業務的這種專業化部分 我們把業務的緩雜 譬如說像 那個農委會已經在做檢討 到時候我們會把這個業務 會回歸到農委會這樣子 那至於剛剛那個休息的問題 我們現在已經 就是說在那個今年開始 對於這種 那個 方式 那同等在夜間 聖略的這段時間 有一個比較充分的這種休息 陳書長 他們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是你們自己準備不周 還是場地不足 還是怎麼樣 對不對 他們發現說他們這整個 所有的代訓真的是 那熱水沒有熱水 這個晚上洗澡沒有熱水 然後呢 這個所謂的停車場 把它變成是籃球場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就是任何 就是這些的人力也不足等等 所以這個部分 你們既然有這樣的一個制度 就是要用考試的方式 那這一定會牽涉到代訓的問題 因為你在警校已經沒有空間可以訓練 所以你們就委託所謂的保一保 保三保四去 事實上這個 保一保四 因為考試院其實也針對這些問題 他們也開過會 也在這方面做檢討 所以就表示說 不是職業的檢舉人在檢舉 所以這裡的一個 你們不可以因為有人檢舉 然後就認為那一個人就是一個troublemaker 然後就開始對他所謂的秋後算帳 因為你必須要幫他問題 你不能夠說遇到問題 我們是要去解決去面對他 不是去把問題掩蓋下來 然後去對這個所謂檢舉人去做開道 我們在既有的設備底下 我們不斷的再充實再改善 不足或是經費不足等等 你們應該在預算裡面去呈現出來 而不是去掩蓋他說 都沒問題 然後 你不能發抖 你不太過山寶 真的